這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除了自己分內的工作 幫整個石岡區所有的環境 清潔 消毒 防疫 投入無窮無盡的經歷之外 心有餘力還願意做這些 關懷社會弱勢族群 這實在是非常了不起 直接拔 台北朋友我給你們拔一些 回去打枝 到哪裡都應該當地的土產 這都沒有農藥的 都非常非常好 早上地瓜葉 配一點豆漿 配一點杏仁 這樣子喝 一天精力旺盛 來 差不多相信有一百個人 都低收入戶 都享受這些他們 他們的心血成果 很了不起 這達人不一樣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幸福農場 新鮮出爐的地瓜葉 清潔隊能夠發揮自己的創意 把收回來的垃圾 加上農場結合起來 出產的農作物 再跟弱勢族群一起分享 麻雀雖小 但是愛心滿滿 這片農場從10坪到20坪到30坪 到現在的60坪 種的菜也越來越多了 這45名隊員是幸福農場的 無名英雄跟幕後工程 成隊長好 韓先生你好 各位石岡清潔隊的所有的夥伴 大家好 韓先生你好 辛苦了 辛苦了 了不起啊 這久仰石岡清潔隊啊 把資源回收 還有有機垃圾跟農場結合 這個創意是了不起的 慕名而來 同樣是幕後英雄啦 他們這方面的農業知識 都非常的強 這非常有意義啊 把自己的工作 再跟農業結合 聽說這些很多的農產品 還要捐贈給一些弱勢族團體 對 哇這又有愛心 又把工藝又結合了 所有的肥料都來自於 我們在外面收的這些 資源回收的東西 肥料的部分是用我們 環保局自產的照務培養圖 它是生除魚座的 生除魚座的 環保局自己培養的 會這麼聰明的想法 會把清潔隊跟農場結合 差不多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了 十多年的時間了 這個創意實在是太好了 目前我們大概有拿幾種農作物 我請我們黃班介紹一下 黃班介紹一下 黃班介紹是當海軍陸戰隊的吧 身材還是比較好 沒有 我們現在就 夏天就是刮國類 現在又是地瓜葉 地瓜葉 還有玉米 還有高麗菜 比較耐熱型的那種 那茄子 辣椒 韭菜 芭樂 裡面還有那個絲瓜 就這樣子 麻雀小五臟泉 六十坪有這麼多的這個 秋冬就種比較多 葉菜的 哇 好漂亮 這基本上都是 全部都有機了 對 有機上有機的 真的是有機的 好漂亮 這都已經可以吃了 對 都可以吃了 這摘了就可以吃了 炒小魚花生 對 像現在我們這樣十多年來下來 開墾從三十坪到六十坪 一直在擴大 現在農作物 春夏秋冬 採收之後 大概可以幫助多少團體 或者多少的中低收入戶 我們大概都固定捐給三到四個地方性的弱勢團體 依照他們的需求 再來捐給低收入戶 或者是需要幫助的家庭 每個月至少 至少會送一次 最多大概三次 一到三次不得 對 一到三次不得 就是根據當令的收什麼東西 採收什麼就送 收成的狀況 OK 就是約估多少人可以受到這樣的一個 善心的結果 我當然估大概八十到一百人 有八十到一百人 可以享受這些農作物 你覺得這個石岡清潔隊 這個單位裡面的文化 它有什麼 跟其他一般的環保清潔單位 有什麼不同 我們石岡清潔隊 是二十八區清潔隊裡面 人口第二少的 第二少 對 我們是小區的 但是 因為偏鄉 雖然是偏鄉的關係 同仁也只有四十五名 但是他們 我覺得最欣賞他們的個性是 為善不遇人之 從民國九十年到現在 就是每一個人 每個月一百到兩 不等的金額捐給 石岡愛信燭光基金會 從九十年到現在 這份善行其實 已經延續很多年 到現在還一直持續下去 這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除了自己分內的工作 幫整個石岡區 所有的環境 清潔 消毒 防疫 投入無窮無盡的精力之外 心有餘力 還願意做這些 關懷社會弱勢族群 這實在是非常了不起 隊長 妳現在在這裡做隊長 已經多少年了 我去年三月六號才剛來報到 那就一年多一點 對 我也算是菜鳥隊長 但是我來這邊之後 其實第一次看到這個農場 我是整個非常的驚豔 對 那當初他們創辦 這個幸福農場 其實是很早很早之前 是他們自發現的 自己下班過來照顧這一片菜園 我覺得這方面是非常的不簡單 非常不簡單 我也希望能夠替同仁做一些什麼 所以除了根據裡面 爭取阿照物培養土 就是當免費的堆肥 農作物肥料之外 也有跟中央申請的經費 農場再把它擴建 讓這份愛心再傳揚出去 大夫老師 搭人我可以拔了嗎 可以 直接就拔了吧 就直接拔了 所以今天晚上就可以拔了 拔下來了 直接拔 台北朋友 我給你們拔一些 回去打枝 到哪裡都應該當地的土產 這都沒有農藥的 都非常非常好 早上地瓜葉 配一點豆漿 配一點杏仁 這樣子喝 一天精力旺盛 來 差不多將近有一百個人都 低收入戶都享受這些 而且他們 他們的心血成果很了不起 這達人不一樣 航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幸福農場 新鮮出爐的地瓜葉 專門照顧弱勢族群 而且自己每一個月 每一個清潔隊隊員 還從自己薪水工資裡面 再拿出一兩百塊錢 來幫忙照顧弱勢族群 這石岡清潔隊是非常了不起的 請大家一起來分享 多新鮮的地瓜葉 台中市環保局 對你這樣子一個作為的態度怎麼樣 他 局長他們 是支持 是支持的 OK 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那有沒有這種推廣的這種想法 有 目前我們局長那邊有指示 要成立環保愛心農園 對 好像聽說地還有人就找好 那我們這邊就技術指導 就可以了 愛心推廣永遠不嫌多 環保局局長看到 石岡清潔隊這個作為之後 也想要推而廣之 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們為台中市環保局加油 也為石岡清潔隊來加油 我們是石岡清潔隊 韓先生來敲門 今天我們敲開台中石岡清潔隊 一扇愛心與創意結合的大門 今天韓先生來敲門 我們尋訪台灣所有的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族群 在基層的清潔隊員身上 卻看到人性的光輝 那在這個農場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民國九十三年到現在 他們持續灌溉他們的愛心 與他們的辛勞 讓我們深受感動